那阿美秀也很希望有小孩 对吧 对 那这个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 所以要做人工收运 没有 已经打消那个念头 之前是真的有趣 之前我们做了大概一年多 我们两个每天早上 七早八早开车到那个荣种 你知道去跟人家抢抽血 为什么要抢抽血 因为他们那个阿公阿嬷很厉害 六点多 他们要抽血的人 我们两个人 早上抽血是最挤的 对 最挤的 对 完全跟着大家一起抢 因为他有号码 要去抽那个号码牌 两个抢的 然后去那边 然后每个应该是几乎是 一三五还是二四六 我忘记了 我们有在那个台北荣种 待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要抽血 因为每天一定要抽血 看你的指数 看你所有的任何的 你要那个做人工的那个指数 要合才可以 所以就必须要抽 抽那个血 抽那个血是说这指数可以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慢慢进行下一步了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好像就是他可以 就是因为我们要做的嘛 然后看你的房子美不美 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受孕机率高不高 什么叫房子美不美 就子宫美不美 就是房子 就是你的房子美不美 然后他那个膜都要厚度 都要有任何的厚度的一个 也不能太厚 就是你就说刚刚刚好你小頤鼻 有高音波 可以住的地方 要是用超音波 对都是要超音波 然后指数是看你的那个血 好像他们有说是受孕機率高不高 或者是那个荷尼 � thats 如果那个荷尼 那个荷尼 對 荷爾蒙 女生的荷爾蒙 要調一下或什麼之類的 最辛苦在哪裡 最辛苦就是你要獨自 獨自獨 對 然後就是 就提高體內的女性荷爾蒙 對 因為可能我們男性荷爾蒙高吧 也不是這樣啦 是不是 不是這樣 這個要問專業的 好啦 那黃醫師來說 因為黃醫師好像也是人 因為我也有做試管嬰兒 所以你剛剛講的經歷 我們都經歷了 只是說我沒有去跟人家擠抽血 他那個抽血是要知道說 你體內你的荷爾蒙 到什麼程度之後 他才決定要不要給你做試管 試管的意思是 精子跟卵子在外面結合 好了之後 成為一個胚胎 再送進去長 長在你自己的子宮裡面 所以他就要去觀察說 你的那個子宮的內膜 是不是 如果太薄放進去 也沒用一下就流掉 所以他會去看那個厚度 然後要抓準時間放進去 所以其實試管嬰兒的成功率 現在當然他們表面上 很多的坊間的資料 是說覺得很高 但是實際上去做的話 失敗的人相當的多 大家的內心都很煎熬 那都是剛剛講那個紮肚子 就是他會發那個針 也是打荷爾蒙 讓你提高你的荷爾蒙 提高到某一個程度 他們才可以介入 對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個打荷爾蒙 是要去醫院打還是自己打 自己打 這樣喔 自己打喔 對啊 對啦 但是你也可以請老公打啦 但是剛好我們兩個都是自己打 沒有沒有 我是老公 你是老公 沒有辦法 對啦 因為很多女生不太可能 要拿一個針自己這樣錯 也是需要一點勇氣 對啊 我是都自己打 因為我怕我前夫 還把我打錯這樣 那是一種謀殺 就我不是很確定他的能力 然後我就自己來這樣子 好 那洪醫師 你也覺得最辛苦的是 扎針是不是 我覺得那個不是最辛苦的部分 我覺得是精神上的煎熬 怎麼說 就是你很希望做這個 試管嬰兒成功 而且你網路上會看到一大堆成功的例子 好像到你身上就應該你也要成功 可是事實上成功的機會 可能大家都不一定是一次成功 所以然後是你很煎熬的要成功 所以忍耐的這一次 然後所以他宣布什麼的時候 你都會有個壓力 抽血報告也是壓力 然後他去掃描這個 你都是壓力 那像我的話就是很特別的是 我一次就成功 因為我自己在醫院嘛 我就打聽說那個誰是誰是最會做的 我這樣觀察起來 就是他選對了 然後我也去做 然後真的就是一次就成功 再長更做 然後一次就成功 可是我覺得我的婦產科醫師也是很好 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他們的觀察做不孕症 他們的觀察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你好像一次就成功 好像是天選之人 可是後面遭受到的辛苦 也比那種就是前面幾次都失敗的人 會來的辛苦 因為像我就是因為我們會打很多荷爾蒙 所以就產生了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 就那個整個卵巢都腫起來 然後整個腹腔腔裡面全部是腹水 以前你會聽到說肝癌的人才會整個都腹水 我看過肝癌的病人 然後腹水在那邊很痛苦 我要幫他抽腹水 等到我自己做試管嬰兒 這個卵巢過度刺激症候群產生之後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腹水 就是腹水就是讓你沒有辦法躺平睡覺 然後你會一直喘 因為他壓迫你的胸腔 你雖然住在病房裡面 你都出不去 然後你也有電視可以看 可是電視就是這樣開著 你就是痛苦 你就是完全看不下去 你會一直喘 你只想要醫生趕快來 把你的腹水抽掉 那所以我的婦產科醫師那時候就說 對啊 黃醫師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你以為一次成功了 其實後面是辛苦的 那前面失敗了幾次的人 他其實沒有體會到後面的痛苦 所以老天也是 他說在這個不孕症治療上 其實是蠻有趣的事情 那美秀 你說曾經有過 小孩有吊幾天嗎 對 三天還四天 然後我也躺著跟真的一樣 都沒有沒有動 他後來不跟我 他就是不跟我 對 他就自然就沒了 然後當你流下血出來的時候 就表示沒了 但是我覺得 走起來的時候你有哭嗎 難過了一下子是說 我一直在想的是 我的房子真的這麼不好嗎 你知道 左床 左床 歲數 然後還有一個說真的 現在女孩子喔 碳年輕 不過碳年輕沒關係 不可以學不會生 不可以看到什麼人就有人生 你知道 有名的這種東西 就聽說八字送的 小孩這種東西就聽說八字送的 為什麼說呢 有的人不要生 如果拚命有心 像我有的要生 對 有的要拚命生 很辛苦 這媽在嘴 生不就生不 我說這也是一種 聽說八字 所以到後來我就想隨緣 然後如果真正去做的話 其實對真的自己要放下很多 例如說壓力這種東西 你要平常心 你要沒有任何的壓力 你就會有 你如果有壓力 我跟你講 你還做十年 那你在做的時候 老公的態度是什麼 他都真的有 幾點起來 什麼都是他在記 幾點起來要打針 然後就把我叫起來 所以要抽你的卵子 那個是醫生的事 對 我知道 就是說你要抽 醫生抽你的卵子 對 跟你老公的精子結合 對 你老公是買哪裡拿精子 他那時候其實很可憐 他那時候很辛苦 就是他要拍戲 然後七早八早 我要去取卵的時候 他就要開著車跟著我去 然後他要取精 真的很辛苦 在一個骯髒的暗室裡面 在哪裡 在一個骯髒的亂室 什麼叫骯髒 為什麼骯髒 就是在我們的標準裡面 醫院就是那種環境 都不會說很舒適 讓你這樣取出精子 你在家裡取出精子 不是很舒適的 可是你要在那個時間點內 趕快拿去那個診所給 那個複展科給醫生 所以那倒不如就先去那邊好了 然後其實 去診所那裡 去診所那裡 然後他都有一個房間 其實還蠻舒服的啦 有的真的還蠻好的 他有裝潢一下 其實真的還蠻好的 裡面有輔助設備嗎 應該都有 對 但這個我沒有多問他 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開始就在意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辦 他那個時候會去把精子跟卵子 然後他們會去做那個 可不可以結合什麼的 其實我還有唇 我還有唇 唇什麼 唇一顆 一顆軟 你還有唇一顆軟 然後他有分A加 或者我動起來了 然後我是B 但是我又想說不行 我們如果現在做的話 真的沒有那個蓋子 去顧那個小孩 這樣喔 對 所以有小孩的人 真的要很珍惜 沒錯 希望福氣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